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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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一下那个佛教的医学跟预防医学 佛教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什么跟健康有关系 然后为什么不是是迷信 就是现在很多仪式我们做很多事情 就是比方说遇佛节啦 然后西藏有很多佛教的单生日啦 或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说那天就是 一定要去装伤 说装寺庙什么 其实那个不是意思说那天会特别会怎样 其实真正佛教讲的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 就是我们的人的太多不好的习性 就是懒惰啦 不运动啦 然后乱吃东西啦 所以一大堆的习性 坏习性 从心里的习性 生理的习性 嘴巴的习性 就是生口意 所以会有很多障碍 身体上的不健康 心理上的不健康 大脑上的不健康 所以不健康都是这种习性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就常常说要戒掉贪嗔痴啊 贪嗔痴是健康里面最大的杀伤力 佛教的很多这种仪式 意思是说你要供水 你要大膜拜 你要转伤 然后这个日期 反正有很多的明目就给你 这个日期要做什么 要去转伤 然后这个时候就比方说你做大礼拜 其实这些都是跟健康有关系 意思说你身上的 比方说 你身体不健康是因为身体上有很多业 或是障碍 障碍是什么 你种下很多这种因累积 比方说 懒得动 不运动 然后用这种明目 比方说今天是一个佛教的 什么好的日子 或初一十五 你那天去 比方说转寺庙 平常只有一个功德 如果那个日子 你转了以后 有几千个功德 是用这种概念来 一直逼我们 改掉我们的很多 生活上的坏习性 所以这个很多佛教的意思 其实非常非常生活化 所以我常讲就是说 西藏为什么喜欢供水的概念 是impurity 心干净 清净 不要有执念 不要有觉得舍不得 就是你要供 或是你要施舍 或是给别人 就是没有吝啬 没有贪念的概念 就是认真做事 你心里是会比较健康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西藏去钻寺庙的时候看到 有些人去钻寺庙是做大礼拜 绕伤 有些人走路是练背离 有看到一个轮子 就是用这样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其实这个是练背离 然后每个地方都有佛轮 就是用力抓 用力抓 其实这些都是锻炼身体的一种 转伤也好 大膜拜也好 转伦也好 其实都是在引导我们 常常要勤奋的去保护我们的健康 因为肉身是慢慢会老化 有很多身脑病是 身体上的障碍 心理上的障碍 嘴巴上的障碍 很多障碍都这样子 但就是说 因为断到不容易 就是你要马上用戒律来说 这个不要做 那个要运动 有时候就是很难 但就是你要 只要你信了佛教以后 用很多迷目来引导你 你戒掉我们的恶性 所以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不要鸣心说 真的那一天就是佛教的好日子 会就说你的功德加倍 或是变成什么呀 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但有些人就是会信这个 原来这个初一十五 如果你就是不吃 就是吃素的话 可能就是功德加倍 然后就说这个日子 如果你可以转伤的话 可能你就下辈子不用下地狱 就用各种迷目来引导你 就是一定要改掉我们的坏习性 不是说那个日子是特别的 或是那个日子就是会怎么样 所以就佛法讲的就是说 你们要懂得真正的原理是在哪里 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 才会你去执行的时候 不是麻木地去做 佛教的principle精神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仪式是 为了引导我们 从戒律也好 从这种就是定很多日子也好 都是为了改我们的习性